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私信我说做点小龙虾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研究一个小龙虾的船尾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牙顺 把肚皮底下这个屁肋的东西给它刷干净 因为这个小龙虾嘛 他常年呢生活在这个水里面 他又没出汗 所以他一般都不洗澡 所以也就比较脏 处理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双手套 如果被夹到了话 你不要喊吧 喊娘都没有用 全部刷干净过后 我们用剪刀把脑壳这里给它剪开 把这一坨黑的东西给它弄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虾黄保留 再给它抓住它的这几根小胶杆 针子给它一扯 把这个肺给它扯掉 就是这里面这个腹吸的 尾巴这里摆到中间 给它针子一旋一哈 扯出来这个是虾线不要 针子一个小龙虾就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龙虾全部都处理完了 非常大一盆 并且虾黄也很多 这样还来准处理一点大蒜子 稍微多一点 从中间给它切开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切点姜葱口口 再给它加入干的青红花椒180路口 干海椒节节 再准备一根西芹 从中间花开 切成菱形小块 这样我们就要开始来炒了 饭店里面炒这个龙虾一般都是炸过来 但是我们家里面就不需要炸了 锅里稍微下入少一点油 今天把处理龙虾的方法也教给你们了 还教你们怎么做 所以你们要先跟我把站点起 三连支持一下 油温烧至露成热 下入处理干净的龙虾 锅里面千万不要着火 着火会胖腌臭的 先用大火给它煸炒一下 把龙虾给它煸香 这个小龙虾煸香过后 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另起锅下入少许的菜籽油 然后下入将才准备的这些小料 再给它来上一坨四川豆瓣 火锅底料 也可以用胖子麻辣鱼 全部炒香出微光后下入小龙虾 翻炒均匀 然后给它烹入一瓶90年的饮料 再加一瓢锅水 调味一点白糖 酱油 胡椒粉 烧开锅后转中火 给它烧六分钟的时间 小龙虾已经烧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给它转大火收花汁 再调一点骨胺酸辣才有鲜味 切好的细形火火放进去 翻炒匀 最后淋上一点香油和花椒油 和匀之后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准备个大点的加四 我们用筷子给它捏起来稍微摆一下 全部摆整齐后撒上性感的冲发美味 有香菜的还可以放点香菜 榛子白起海椒还有西芹的西芹全部在下面 看起来满满的一盆全是龙虾好爱意哦 非常好吃的麻辣小龙虾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川味浓郁 吃完龙虾还要甜甜手指 这个汤汁都是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收藏着 有些时候是有告一哈 不喜欢的也免费看完就啥够 那你再放上去 本来我是放到老板面前的 哦呦 今天晚上这么多好菜 哎 整个饮料 喝什么饮料吗 这么凉快的天 过时过节喝吗 你就告诉我好吃吗 好吃 妈妈 辣甜子给我留着 嗯 小甜子我吃啊 上面很多虾黄 我全部磕得干干净你那把鸡头 搞得我都想来瓶饮料了 这个龙虾我吃了来味道比较浓郁哈 吃完过后真的想填两哈手指门 味道全部在里面 下面这个西芹会换成黄瓜之类的配菜 还可以下饭 你真正的吃完都要点手指末 你真正的吃完点手指末啊 看来被我说中了 我也吃了 我也吃了 我教你们一个吃这个龙虾饺子的方法 看来我教你们啊 这样子一扳 整块肉就全部出来了 怎么扳 嗯 干干净的 我怎么扳不到 啥不然 直接 扳开这样子一吃 然后整块肉就出来了 整块肉吃 给你点赞 知道了 蘿蔔吃干嘛 留好鱼也弄出来了 三半 他用脚都弄出来了 嗯 你这么快就学会了 全部都吃完了 这个龙虾被我儿子一个人整完了 他还把这个酱感留起来 偷偷在这里吃 这里面除了龙虾以外 还有那个蒜可可 非常的好吃 我建议大家多放一点蒜 好了 今天就这样咯 撒个撒个